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我频道 那今天呢,我会把抹茶牛奶倒进史莱姆里面 还有剪开软软,做一些事情那样 还有把巧克力牛奶放在史莱姆里面 那敬请期待吧 首先我们需要准备个碗还有白胶 还有抹茶牛奶 对,就是这个牌子,看清楚哟 是读Lactasoy还是Lactasoy 我不知道 这话是她说不是我说的哦 有,拥拍拥拍,这样肯定不拥拍 为了避免这个事情发生,我们赶快开始吧 现在我们赶快把牛奶倒进去吧 这个颜色是我看过最丑的颜色 如果你好奇我在做什么的话 我在开那个包装哦 而且成功躲过镜头了呢,真棒 我到底在做什么 现在我猜我应该是在教大家怎么开那个瓶装吧 呃,哇好开心哦 开了两百年终于开到了 如果这个不是你看过最丑的颜色 那我跟你说一声抱歉 你蛮可怜的 现在就把全世界最丑的牛奶倒进去吧 你们知不知道花两个小时来搅拌是我最喜欢的系列 现在呢就要加入一些江湖白胶 因为江湖很贵所以只能加一点哟 之后又回到我最喜欢的搅拌系列了 搅拌两个小时,真爽 之后呢就加入一些透明的液体胶 对,没有错 为什么要加液体胶呢 又回到我们最爱的搅拌时间了 然后加入T恤炮 不要问我为什么加入T恤炮 然后这里就是T恤炮死都不要出来的片段 这个T恤炮惹到我都抱青根了 千万不要惹我生气 谢谢 之后呢,我还是一直的失败 T恤炮终于听到我的呼唤了 我已经对这个环节不想说话了 你们就欣赏这个片段吧 现在就加入棚沙水让它成型吧 其实我有点害怕它不能成型 因为有糖的东西好像都不能成型 快要成型了 赶快再嚼一嚼,摇一摇 拌一拌就可以吃了 哦,不是,说错了 然后愚蠢的我决定用手去拿那个还没有弄好的史莱姆 然后呢,整只手都是史莱姆 真棒 然后呢,史莱姆一粘 就粘到离镜头超远的地方 我真聪明 然后我尝试拉回来的时候 它一直粘着我的手 你们就欣赏我一直拉 可是怎么拉它都不回来的片段吧 抹茶史莱姆 我知道你很喜欢我 可是你可以离开我的手吗 这样子说是不行的 还是用一些棚沙水吧 现在就来欣赏一些我尝试起泡的ASMR吧 所以这里就是无论我怎么卷 可是那个卷文还是不成功 难道 难道这次成功了吗 我这次卷文有成功吗 我在乎吗 现在就来到第二个大冒险了 看了你就知道 首先拿出一个碗 然后还有一个牛奶 为什么要买一样的牌子呢 因为这个牌子便宜啊 之后呢我又给你们展示 怎么开包装了 哈哈 对就是这样 往左开往右开一下 我是不明白为什么 它们每一个颜色都那么黑了 为什么要加入液体胶 而不是白胶呢 之后呢加入洗手液 对没有错是洗手液 喜欢加什么就加什么 你管得着吗 现在呢我什么东西都想不到了 所以就开始搅拌吧 等一下 怎么可以忘记我最喜欢的亮粉呢 我觉得我的吸筋能力蛮强的 你们觉得呢 呃我是想说 不好笑啦 之后呢就把所有东西都混合搅拌在一起吧 有人说我用太多特效了 可是 我不在乎 现在呢就加入一些大大粉 对没有错 如你所见我就只少了一点 可是大大粉很便宜啊 我们终于做好了 现在就拿出来玩吧 呃它是很好错 没有错 可是它是我看过最丑的史莱姆 哇哦超大的 然后当然就又失败了 我这次破天荒只失败了一次哟 之后呢我们一起来吃抹茶巧克力蛋糕吧 可是一生只能刺一次哟 哇很疗愈 对我在家里就是这样子 一直跟自己说话 习惯就好 冰冷的 最后呢这两个史莱姆都给我丢掉了哟 因为它们会发霉 它们是食物 最后呢就来到第三个大冒险 就是剪开我的冉冉 谢谢你多年的陪伴 若有来生 我还是剪掉你啦 好吗 今天呢我的目标呢 是要做这个拉丝起司的吐司 要剪开软软了 好开心哦 其实也没有多开心啦 你想想软软有多贵 要从哪里开始剪呢 眼睛开始吧 为什么 为什么你要把我的头先剪掉 之后呢我们就要开始把它剪一半 我知道我focus错了 可是我不在乎 2 hours later 由于我非常非常没有耐心 所以我直接把它扯一半就好了 我不想再剪了 现在呢我们就有两个像海绵的东西 到底在做什么啊 现在呢我就在展示两个像海绵一样的东西 we are cute 之后呢就进行一些非常无聊的剪东西的环节吧 呵呵 不瞒你们说 这个环节花了我一整天 因为我要等它干再铺第二层 等它干再铺第二层 真好玩 继续干活吧 朋友们 欢迎来到开你的实验室 戴上手套 然后呢我决定加一点色素 可是我还没有开盖 我真聪明 我加了色素猴才发现 我不知道它是什么颜色 现在我们加入白胶来破它的谜底吧 哦原来是紫色 不觉得它有一点像身体里的细胞吗 之后我们要加入一点黄色 它不是普通的黄色 它是柠檬口味的 为什么也要告诉你们这个 之后就加进紫色颜料里面吧 嗯那些白色的是什么东西 然后就愉快的加进去 在这个部分我不会加任何特效哦 因为我非常的懒惰 之后非常愚蠢的我决定加入紫色 再加入黄色 跟之前根本都没有分别 还要做一样的两次步骤 简单来说就是我做了两次一样的工作 OK这个是最后的成果颜色 跟一开始没有分别吧 嗯 之后呢我就有这个非常可爱的 Squishy 然后完美错过镜头的涂上颜色 笨蛋无话可说了 哦我发现了镜头 然后我就再涂了一下 柔脸快发现我又错过了镜头 而且这次错过后就没有对焦过了 耶终于把成品做出来了 哎呦 让我们花多两个小时把另外一边弄好吧 耶现在两边都弄好了 问题是 你们记得一开始我说要弄这个吗 有像到吗 我在乎吗 现在呢我就有四款史莱姆 想看教学的话记得去我上一支影片看哦 然后呢我就在纠结着怎么放这个史莱姆 该要开面包还是关着面包好呢 纠结完后就可以开始吃咯 哦没有 这个东西应该是我在这个频道上做过最成功的东西了 哈哈帅不过一秒后我就在开始纠结怎么玩了 现在就教你怎么一秒尾掉你做了两个小时的手作 虽然他已经变丑了 可是我还是非常挣扎 想要继续玩 最后他是这个样子的 那史莱姆呢 最后是这个样子的 要记得一律毁所有哟 那今天的影片就结束咯 喜欢这支影片记得按赞 并且分享出去 最重要是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最终我的Instagram和Facebook 可以看到更多史莱姆的影片 好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by bwd6